两名工人在进行密闭空间地底喉管工作时 被发现昏迷在地下污水渠内 导致一死一受伤 让我们看看意外的成因 工人没有采取所需的预防措施 没有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就进行地底喉管工作 过程中吸入有害气体 怎么才可以避免意外发生 将从工厂及工业经营 密闭空间规例 及相关工作守则和指引 委任合资格人士 导致冬主、承建商发出证明书 才可以进入密闭空间 法例规定 工人进入密闭空间进行地底喉管工作 必须以妥当地配戴合适的 认可呼吸器具 及适当的安全吊带和救生性 如果工作过程中 有可能出现环境变化 应使用合适的气体检测 而进行连续性空气监测 确保只有受过适当训练及有经验的工人 才可以进入密闭空间 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料 指导和监督 提供合适而充足的救援装备 及据工作规模相称的救援队伍 如果遇上意外 后命人员应留在安全地方求救 切勿自行进入密闭空间救人 要确保危险评估中建议的安全预防措施 以妥善执行 例如通风、隔离 只用个人警报器等 才可以开始工作 逮造安全工作环境 雇主和雇员都要出一分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